声声不息《嘉年华》首期录制完毕 有14位常驻歌手 分别是汪苏龙、周深、毛阿敏、黄启山、韩红、宋亚轩、胡彦斌、古剧姬、陈楚生、孙楠、张琪、王心凌、玉可韦、谭韦韦 网友也给这14位常驻歌手进行各大音乐平台的粉丝统计 最终汪苏龙在各大音乐平台的粉丝数量最多 统计的音乐平台包含酷狗、QQ、网易云这三大主流音乐平台 其中汪苏龙在QQ音乐上面的粉丝数量为1082万 在网易云上面的粉丝数量为516万 网易云370万 加在一起三个平台的粉丝总量是1968万 汪苏龙是几位内地歌手中最具才华的一位 懂创作并且歌曲流传度高 虽然他不是什么前辈歌手 但是他的人气不可低估 在整个声声不息第三季节目中 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 粉丝数量排名第二位的是周深 三大平台合计粉丝数量为1596万 周深是这次声声不息节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内地歌手 他经常受邀参加各大晚会 并翻唱很多人的歌曲 周深可以模仿各种声音 他的音色属于天籁之音 有特色 有特点成为了周深杀手锏 粉丝数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宋亚轩 宋亚轩是一位非常有个人人气的团体偶像 全平台粉丝量643万 音乐方面暂不做评价 至少引流是可以吸引很多年轻的观众的 后面的几位歌手的排名 胡彦斌全平台粉丝量378万 古剧机全平台粉丝量240万 陈楚生全平台粉丝量218万 孙楠全平台粉丝量164万 张琦全平台粉丝量122万 女歌手中 王心凌粉丝量最高 全平台粉丝量431万 玉可维全平台粉丝量369万 韩红全平台粉丝量354万 谭维维全平台粉丝量245万 王阿敏全平台粉丝量107万 最后一名黄启山全平台粉丝量97万 这次14位歌手中 男歌手居多 女歌手比较少 宝岛和香港的歌手少 内地歌手居多 所以整体来看 王心凌和古剧机就成为了宝岛和相关歌手代表 两位的人气也是给节目引流的关键所在 王心凌在浪姐翻红后 事业一下脱飞猛进 很多情怀粉丝回归 这一次首场就献上三首歌曲 现场观众Repo来看 点燃了全场 并且唱功了得 当然歌手的平台粉丝数量不能代表一切 毕竟很多年纪大的观众 是不会在音乐平台粉歌手的 所以很多前辈歌手 还是有很多的观众员 随着春风和煦 花香四溢 电视音频上也迎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备受观众喜爱的芒果台综艺节目《生生不息中华记》 在新的遗迹中改头换面 以全新的姿态《生生不息嘉年华》回归 旨在用音乐温暖人心 讲述家国情怀 《生生不息嘉年华》是一个集结了众多音乐才子佳人的综艺大秀 节目组采用简洁明了的语言 在发布会上一一揭晓了即将参与录制的嘉宾阵容 每位嘉宾都带着自己独特的音乐故事和过往经历 为即将到来的舞台增添了无限色彩 首先亮相的是天籁歌后那音 作为华语乐坛不可撼动的巨星 她与其深情厚重的嗓音征服了无数乐迷 耐音曾担任多个音乐选秀节目导师 并在此次《生生不息嘉年华》中再度出身 意味深长 紧接着是周深这位90后新生代歌手 她从一名网络歌手成长为国内外知名歌手 更是耐音门下出身 周深擅长用其清澈透明 如泉泳般的嗓音演绎各种风格的歌曲 被誉为变声器 除了两位实力派歌手外 《生生不息嘉年华》还邀请到了李健 黄丽玲 A-Lin 毛不易等多位有着鲜明个性和风格的音乐人 他们或是在浪漫抒情路线上读书一致 或是以民谣风格 俘获粉丝新房 每一次登台都能给观众带来 不同于平日里听惯曲风的全新体验 当然 节目组在挑选嘉宾时 也充分考虑到化学反应 曾经共识过 拥有师徒关系或有意深厚的艺人们 能够在节目中碰撞出怎样精彩分成的火花 比如周深和内英这对师徒档 在我们的歌等节目中已经多次合作过 而李健和毛不易之间 又是否会因为某些共同点 而产生意想不到的交流 文章虽然简略介绍了每位嘉宾背景 并未详尽展开每个人物复杂而丰富的音乐道路 但这恰恰勾起了观众对于他们更多故事和表现形式的好奇心 生生不惜嘉年华所传递出来最核心的价值观就是家 这个家字既包含着对于传统文化与家国情感的传承与弘扬 也包含着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下 亲情的诠释与展现 节目通过各种形式展现家的意义 比如有老一辈艺术家向年轻歌手传授经验 分享往昔岁月中温馨动人或者波折坎坷故事 再如通过现场互动游戏环节 让嘉宾分享各自与亲朋好友间珍贵回忆 还有就是联合专业作曲家创作以家为主题的原创歌曲等 通过这些看似简单 却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化的环节设计 生生不惜嘉年华既能够让观众领略到高水准音乐盛宴 又能让大众感受到浓浓人们关怀与社会责任感 此外 生生不惜嘉年华还特别加入了公益元素 在每期节目最后会推广一项公益活动或项目 努力将正能量传播至千万户普通百姓之中 随着首期节目即将开播 生生不惜嘉年华已然成为话题焦点 网友们纷纷表示期待能看到正多我喜欢 为艺人同台竞技太激动了 期待那英老师和周深小哥哥之间师徒PK 真心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听到更多温暖 至于系列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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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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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表示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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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是列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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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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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支持公益理念融入综艺节目 《生生不息》嘉年华以其轻松愉快 温馨和谐及寓教娱乐的特色 在2023年春季当 无疑将成为一个全新焦点及亮丽风景线 让我们锁定屏幕 在每一个周末晚上 与这群音乐界精灵一起畅想 属于我们共同美好记忆的旋律吧 《生生不息》三是一档音乐综艺节目 通过音乐研究和挖掘 来展示许多优秀的音乐家及其才华 本季首期节目中 黄岐山与周深献上了惊艳的合唱 宋亚轩也有精彩的读唱 合唱部分也演绎了许多经典红歌的震撼场面 本文详细介绍了本期的精彩内容 将读者带入《生生不息三》的音乐世界 第一期节目中 黄岐山与周深合唱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合唱 并选择了一首经典情歌 两人无声的配合和出色的唱功 让这首歌更加动人 黄岐山独特的声音与周深的高超技艺相得益彰 令人如痴如醉 他利用音乐的力量来传达令人着迷的深刻情感 宋亚轩是实力派歌手 第一集他独唱了一首古风歌曲 他以独特的嗓音和情感感染力将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 观众被他深情的歌声所感动 掌声不断 宋亚轩的独奏表演展现了他出色的音乐实力和表演能力 让人对他的音乐生涯充满期待 作为《生生不息三》的一大亮点 红歌大合唱的回归让观众重温经典红歌 本场比赛 众多选手齐聚一堂演唱经典红歌 这些声音的交织令人耳目一新 合唱场面热烈而壮观 展现了音乐的力量和统一 让人感受到音乐的魔力 《生生不息三》是一个展示音乐曲目的平台 每一位参赛者的背后都有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排练和表演 向观众展示他们的音乐才华 本期节目的合唱和独唱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 更是选手们奋斗的见证 他们用音乐来诠释他们的故事 《生生不息三》 持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音乐表演和歌曲 每个参赛者都有独特的音乐天赋 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 为音乐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我们期待在以后的演出中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合唱和独唱 以及更多动人的音乐曲目 《生生不息三》中 黄启山与周深的对唱 宋亚轩的独唱 红歌合唱的回归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环节展现了音乐的力量和魔力 让我们对音乐充满了无尽的热爱和期待 相信在以后的演出中 我们会继续看到更多精彩的音乐表演和歌曲 《生生不息三》 持续为我们带来更多魅力动人的音乐 我们期待一起进入音乐的世界 发现音乐之美